《唐山打人》今天又登上大陸熱手 而且是第一,這次有關四位女孩子的近況 唐山幾名萬橫無理的壯漢群毆一名藥女子的視頻 自6月10日傳出後,就一直佔據大陸熱手前十 這個沒有中共在背後,幾乎不可能 在一個人人自危的社會,華南珠江流域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也上不了熱手 唐山打人事件卻越演越烈,終於演變成謠言四起,真假難辨 中共當局也好像故意放行民間各種核人聽聞的說法,越亂越好 到最後,由當局給個說法,這種把戲中共玩了無數次 6月20日大陸熱手第一,卻擁有近1200萬關注評論的是 公布打人事件受害女子近況而早不宜遲 大陸每日經濟新聞發表,每經熱評 《唐山打人事件傳言四起的信息公開才能消離質疑》的評論文章 《燒烤店打人事件》將唐山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目前唐山的實名舉報封起,圍繞黑惡勢力以及保護傘的質問世同排浪 唐山已經發起雷霆風暴專項治安行動,表示決不放過一案 然而,打人事件已經過去了多日,到現在都沒有關於受傷女孩的官方準確消息 網路謠言四起的同時,網友質疑更是接連不斷 此文還表示,當地方官越是沉默,全國網友越是擔心 除了官方通報上,傷情穩定,沒有生命危險 這個簡短的幾個字,以及媒體從醫院人員處獲釋 但並未得到官方確認的已經從ICU轉到普通病房的消息 關於幾個受傷害的女孩的具體情況,公眾至今幾乎無一所知 真相遲遲未能抵達,謠言必然趁機四起 網上流傳著各種各樣的說法 有人說,一個女孩已經被車壓死了 有人說,已經一百萬元磨解了 還有人說,一個女孩已經在醫院去世,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文章質疑,唐山打人事件早已上升為公共愚情 公眾有權知道事情的真相 除了在燒烤店被攝像頭記錄的打人場景 當晚在燒烤店旁邊的小巷子女到底發生了什麼? 小巷子裡面,被人發現的幾大攤血跡 與此案是否有關?打人事件發生後 幾個大徒何以能連夜逃到省外? 派出鎖距離燒烤店才800米? 警方當晚有沒有及時出境? 背後是否存在黑惡勢力保護傘? 幾位受傷的女孩傷情如何? 受害者家屬為何集體沉默? 是他們不願發聲? 還是事實上被剝奪了發聲的權利? 凡此種種,都應該給公眾一個說法 然而,這篇文章的這一段 倒出了此文的初衷,舉國關注的熱門事件 不可能通過,掩蓋子的方式強壓下去 唯有公開透明地積極回應 才能贏得理解和尊重 年初的豐苑生育白鞋女子事件 就是最好的例證 遭遇如情海嘯之後 此時能贏回公眾信任 正是因為江蘇省調查組 以公開透明的方式 回答了輿論關注的主要質問 進而迅速消離了社會上的質疑之聲 海外評論認為,徐州鐵鏈女案至今還是疑點重重 這裡卻為黨徒之抹品,甚至以唐山女孩的遭遇來對比 這恐怕就是中共炒作此事的目的吧 台灣國防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仍然在上部發表名為《唐山維偶女子案》 中共網路言論因應知觀察的評論文章 2022年1月在網路上發布的徐州白鞋事件 引發中國社會對於婦女拐罵 以及女性權益保障的討論 其中網民對於中共當局遲遲不介入任由基層政府 以內容不詳實且矛盾的報告膚顯 卻在網民試圖找出徐州白鞋帽、身份之際、封鎖言論 中共無心保護弱勢群體權益的觀感自此生根 4月2日共青團中央在其微博帳號上 貼出一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的話題 並搭配六張圖片 目的要彰顯在中共重大歷史事件中 投身貢獻的中國青年樣貌 卻被一些網友指出這些圖片中沒有女性的身影 在網友提出質疑後 共青團中央卻在4月12日連同 北京晚報發出長篇微博炮轟極端女拳 並使用揮舞大棍的假女拳系該管管 等激烈話語回應 因此 今年與女性權益相關的事件激發了網民對中共的不滿 坐實了中共長年 忽略婦女權益保障的印象 不者認為 中共在唐山維偶事件後的介入 與上述的事件有關 中共希望藉由對地方施加壓力與官媒上的批判 來為女性發聲 扭轉其在網民中的不作為 不反省 灑官威等負面形象 方中央分析認為 唐山打人事件中幾位受害的女子的傷情 牽動著關注此事的全國人民的心 讓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屬能夠自由發聲 讓媒體記者可以依法行使採訪權 讓事件處理始終保持信息公開透明 才能挽回失去的公信力 無獨有偶 北京之春6月19日發表 陳叔涵標題為 唐山打人事件是中共有一次邪惡的陽謀 的評論文章認為 首先中共故意炒作該事件 一般來說 一件事如果是陰謀 中共肯定不願公眾得知 但中共盡力宣傳此事 可見 這事不是偷偷進行的 而是公然開展的 中共封鎖網絡的管制物不透風 中共如果不想讓該事件 為大眾所知 那麼 公眾一定會被蒙在鼓裡 事實是 公眾不僅知曉了該事件 並且該事件被炒得 閉閉樣樣 如果不是中共故意炒作該事件 該事件絕對不會被炒至如今的熱度 即使是網管一時疏忽 讓該事件在網上傳播幾分鐘 一旦中共覺得該事件對中共的形象不利 該事件立即被屏蔽 並且官方也會立馬闢謠 指責該事件是有人惡意傳播不實信息 這是中共對不利信息的一貫處置手段 因為中共控制媒體 所有對中共不利的信息 中共都會刻意封鎖 絕對不會任期傳播 其次 該事件的傳播對中共有利 這種邪惡的事件每天都在中國大地發生 該事件也肯定不是個案 只不過由於中共對網絡的嚴密封鎖 類似的事件不為人之罷了 為何說 該事件的傳播對中共有利呢? 因為該事件極度恐怖 光天霸日之下居然有人敢在公眾場合調戲女人 並且將女人往死裡打 這種事情恐怕在100年前易屬罕見 然而自從中共統治中國之後 這一類事情就很平常了 因為中共最拿手的就是搞恐怖活動 世界上任何喪心病狂的恐怖活動 在中共眼裡都不值得一提 因為那些恐怖活動 最多造成幾百或上千人的死亡 然而中共製造的恐怖活動 往往都是服屍百萬 血流千里的中共心知 讓白色服從的最直接方法就是製造恐懼 恐懼越大 受眾越廣 服從的效果就越佳 唐山打人事件所造成的恐怖是很大的 這個固然好 但是 如果只有少數人知道 那只能影響一小部分人 也只能讓一小部分產生恐懼 這個顯然不能夠達成中共的目標 中共要讓全中國的人民都感到恐懼 因此該事件講為流傳 而且被炒得火熱 就是很自然的 怎樣消除恐懼呢? 唯有依靠黨和政府 來為人民做主 嚴懲兇手 這樣 中共就成了民眾的安全保障 中共以此讓民眾明白 民眾離開了中共 不要說其他 連生命都沒有保障 殊不知 中共才是一切恐懼的根源 通過此番操作 即 先製造恐懼 然後充當打擊恐懼的力量 中共的價值就被最大限度地彰顯出來 民眾需要中共 這就是中共刻意炒作此事件的真正原因 只有被需要 中共才有存在的價值與理由 再次 該事件的發生以及處理的全程 都是由中共掌控 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們 即使是黑社會流氓 在公眾場合調戲婦女 也會有分寸 不至於調戲不成毒打婦女 這是有為常理的 然而 視頻顯示 行兇者無所顧忌 兇殘無比 將受害者往死裡打 好像兇手 與受害者有不共大天之仇 而事實是 兇手與受害者互不相識 很顯然 有人授意兇手只管打 即使打死人 也有後台幫擺平 否則 行兇者不至於如此賣力地毆打 誰都知道人命關天 但行兇者居然完全不把人命當一回事 這個不符合人性 只能說有人幫兇手撐腰 有誰敢為這種事情撐腰呢? 當然只有中共 不會有其他人 因為這個世上 就沒有中共不敢做的惡事 事情發生後 兇手很快就被捉到 但受害者的情況至今不明 食瓜群眾只剩猜測一圖 任何關於受害者的訊息 都必須以官方公布的為準 沒有人敢發布有關受害人的訊息 對兇手的處罰 亦全由中共說了算 不管如何處罰兇手 即使被判處死刑 中共亦有方法讓兇手活下來 因為中共的所作所為 君不受監督 中共想怎樣做就怎樣做 陳叔涵還認為 自中共取得政權後 他要做的事情 某一件不是陽謀 以解放的名義 將中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監獄 以土地改革的名義 唐二王之地殺地主 以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名義 明火執障地搶劫城市資本家 以大躍進的名義製造大饑荒 餓死幾千萬人 以文化大革命的名義 鬥死幾千萬人 以改革開放的名義 讓少數權貴富起來 以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名義 在天安門廣場 帶絲殺六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以防疫的名義 將14億人圈禁在家裡 本月9日發生的唐山打人事件 與上述邪惡的舉動一樣 都是赤裸裸的陽謀 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組織 只要中共不忘 唐山打人事件 根據中共的需要時不時登場 粉絲 集團 集團